黑客恶势力猖狂 星期五向全球散播一种锁死电脑的恶意软件 这种勒索软件在感染电脑后将弹出指示 要求用户支付价值300美元的比特币 报告显示 病毒最初从英国传开 多家医院的电脑遭攻击后瘫痪 导致院方被迫取消预约 无法接听电话 部分病人更被迫折返住家 不能到急诊室求诊 根据英国国民卫生服务统计 至少16家医院受影响 不过没有病人资料外泄的迹象 而在西班牙 当地最大电讯商 电力和燃气供应商同样中招 马德利政府随后启动特别行动和部分基建运输行业保持沟通 确保他们不受恶意软件影响 不过这一次影响最严重的是俄罗斯 莫斯科内政部指出 有大约1000部电脑被攻击 但部门的伺服器没有受影响 网络专家点出 最大问题在于 不少受害机构都没有更新微软公司的最新城市 因此只要任何一个用户开启病毒档案 病毒便会扩散 专家认为 这次的勒索软件很可能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局外泄的黑客公司 要找出幕后黑手可能要花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的时间